一題為港府應將典禁列為邸玉康報 對賽雙方為正方華英中學 以及法科會之中學 嘉懷為大家介紹雙方秘願 正方轉變為沈家瑩 正方一副為羅家榮 正方一副為周澤生祖愛 正方一副為王子成 反方轉變為袁榮生 反方一副為劉煙賈奉 反方一副為劉玉康報 反方一副為劉玉康報 我們很高興成三位評伴為今場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為 演織國六世書院的侯耀鴻武師 香港大學院主辯論員副隊長 余維樂先生 貝福信業資深區域解決方案經理 林崔廷小姐 本場比賽分主辯公辯一副二副 自由辯論及結辯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公辯則為每方2分鐘 自由辯論則為每方3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 三十秒會有一滴的提示 九鐘則有滴兩響提示 超時十五秒則會連續滴 連續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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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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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請先由正方主辯發言 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聲響 選席評判在座的各位大家好 電子競技是指單人或脫體使用電子遊戲 進行競爭的一項活動 根據新蘇年初發表的全球電子競技市場報告指出 2018年全球電競市場收入高達6.96億美元 可見電競在國際間是具有很大的發展前歷 有見及此 香港政府宣布將會在下年度 投資高達1億元來發展電競產業 而要肯定變題是否成立 就是要看電競是否符合體育項目的定義 並且以體育運動的形式來發展電競 是否對整體產業發展有利 最終為香港帶來經濟利益 現時除了韓國、台灣等國家 亞委會和奧委會都已經承認電競是作為體育項目 並且會在下屆的亞紅會中是其中一個比賽項目 而電競作為一個體育項目 亦都符合四大條件 包括符合公平的原則 競爭性、不確定性和觀看性 因此定義上是不存在任何需要爭議的地方 而將電競立入體育項目能夠帶來以下兩大理處 第一,為電競社會建立正面形象,有利人才加入 電競其實與其他運動項目一樣 能夠訓練選手的心理素質、思維和即時反應 亦都能夠培養團隊的合作精神 但是愛於社會普遍對電競是有偏見 將參與電競運動和沉迷電子遊戲 荒廢學業地畫上膽好 使電競選手其實一直是不被認可 根據青年蒼鹽庫的訪問研究 六成的受訪者認為 頭身電競業最大的困難是在於家人反對 表示其實社會對電競是有誤解的 但以體育的項目形式來發展電競之後 電競選手就會具備專業運動員的身份 有資格參與國際賽事 同時,電競亦都將會交由政府客戶的體育學院管理 選手會接受有系統的培訓 由教練、策略分析師、心理輔導員 從旁協助進行訓練 透過專業化這一項運動 社會才會放下成見 有助吸納人才 同時,體院每年亦都會提名全職的電競選手來入讀大學 亦都會透過運動員發展計劃 向他們提供教育和就業協助 確保這班具專業資格的電競選手 有能力在電競產業之外維持生計 第二,配合現時已發展電競配套 為香港帶來更大的經濟收益 2018年,日本電競市場規模大約為48.3億日元 而二年更加會擴置99.4億日元 另一邊,韓國的電競收益更加佔國民生產總值一半 港府眼見電競是具備發展的設力 於是,亦都會將決定投資接近1億元到電競產業 用作優化場地並資助軟硬件配套的發展 但我們發現,在整個電競產業鏈當中 收入除了是來自前支配套 原來更六成的收益是來自於電競比賽 和直播頻道的廣告收入 因此,如果想發展電競運動 除了要投資周邊的配套 政府更重要的是確保本地具有質素保證的選手 從而吸引贊助商和主辦單位 在香港舉辦國際級的賽事 最終才會造就到像其他運動界盛事一樣 吸引直播流,獲取更多利潤 由此可見,將電競納入運動項目 利用人才來帶動產業完善發展 絕對是必不可惜的階段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面對龐大的經濟利益 有方同學贊成否發展電競產業呢? 如果贊成的話,不透過將電競納入體育項目 究竟還有什麼手段能夠有效地培訓 並吸引電競選手入財呢? 多謝各位 情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3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現在是反方主辯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是計時如次意 主席評判長的位,大家好 剛剛有方同學說到面對龐大的經濟利益 我們是否應該要將電競納入這個運動項目 但政府其實這個角色 是不應該納入有關於商業活動而中 表面上,電競和很多運動都有類似的特徵 例如大家都會考操控的靈敏度 反應能力 以致進一步的個人戰勝 或者是騎會合作 在不少特徵上,電競的確和運動相當相似 但邏輯上,很多特徵相同 但不等於兩者是相同的東西 正如人同珠一樣 由眼而口鼻也有內臟 但兩者是不可以等同的 我方認為由於下列的兩個原因 現時寧願被推翻 第一,電競是否可以稱為一種運動 實在成二 反應我方知道奧運和亞運的未來 都可能將電競列為C1 甚至是正式項目 但這樣並不代表我方認同他們就是運動項目 正如圍棋也已經被列入為亞運項目 遲下可能連打麻雀都是大型運動會任的項目 但不代表我們是認同他一種運動 我方認為,要成為一種運動 最低限度要有利於一個人的體白更強健 有利於身體健康 但幾乎所有的電競項目 都是要透過操控鍵盤、滑鼠、手指 並無需要對體格進行鍛鍊 而且,就算你玩的電競項目是跟運動有關 但促施去鍛鍊自己身體的例子 根本就絕無僅有 因為電競是不需要時間分裂 如果你要有成績 根本是連做運動的時間都不會有 所以大家試想一下 有很多足球員會在空閒的時間打Fever 這個運動電競遊戲 但就是沒有人因為打Fever 而最後走到場去踢球 並踢成足球員 由以上的例子和論述 可見到電競最多只是不一定損害到人的健康 但對最健康的用處不大 這樣還不應該叫做運動呢? 另一方面,如果要將一種運動列為活動 並不可以促使到市民去做更多的運動更健康 這樣作為政府的角色 去將它當成跑步、游泳同樣的活動來推廣 這樣有合不合適呢? 可況反則變態的第二個理由 由政府的角度而言 電競業界和一般運動的業界不同 太過沒有組織性和混亂 政府如果要將它當成一種運動力發展 和游到、田徑等的運動項目看齊 及原資源分配 都不是一個可視運用本行的做法 其他運動項目的規則和組織上已經相當成熟 政府無論透過精英運動員計劃 亦或透過資助體育總會的形式來進行推廣 都是容易落實的 但電競市場的業界新派根本就是另一回事 在這邊我只是跟大家講一下遊戲周期的例子 電競業界活動的範疇非常廣泛 很多時候今年這個活動 將是業務的電競項目 下年可能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大家知不知道精靈無可夢 亦曾經出過格鬥遊戲補可決 並且亦曾經成為業務的格鬥電競項目 2016年在世界最大型的電競格鬥勝市 二表入面亦都成為比賽項目 但一兩年之後 它的遊戲業潮減退 這個遊戲就不再是電競項目 而其他曾經成為電競項目的遊戲 例如拳王系列、真人快打系列都有同樣的命運 而且由於遊戲系統不同 在這個遊戲打得厲害的電競選手 並代表在其他項目都會有表現 試想想 如果政府要將電競項目移為運動項目 那你自然當時就要被資源貼做 貼做培訓以上打項目的選手 但一兩年之後 他們簡直連電競項目都不是 政府的資助又算不算有用呢 由以上的例子 就可以見到電競的發展 跟一般運動完全不同 所以根本就不應該將它列入為運動項目 多謝 每次一分 如公別一方如常發言 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填寫公別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的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第一格 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請問有沒有問題 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 作封便 主便 正方封便有兩分鐘時間 請問我請問計時不知道 有方同樣今天就說 原來結納了項目之後 會分剝之原 但有方同樣又煎 不知道其實今天 港府對項項目的顧款 其實是按人頭去顧款的 就算是按人頭去顧款 但是你知不知道香港的 原來有方同樣都知道 今天是按人頭顧款 原來有多少個運動員 就會撥多少款 有方同樣說 是否知道這件事 政府只是說 會撥近一億下去 沒有說 你那麼多運動員 那你是不是個個都知道了 對 沒錯 就是那麼多運動員都知道了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他便按人頭顧款 有那麼多運動員便撥給你 有方同樣是否不知道這件事 有方同樣不知道這件事 不重要 有方同樣說 他說電競是不應該立入 其實有方同樣是否承認 電競是有很大的經濟收益 不承認 那為什麼不承認 因為電競沒有理由 現在我們說的變態是體育項目 慢著 今天我們說立入做體育項目 電競才可以最大化 有效去達到一個利益的最大化 那就有方同樣有方同行 達到經濟效益 但是你達不到 令市民更健康的目標 慢著 但健康的目標 其實電競也同樣是會有正規的訓練 有一個規模化的訓練 那又何來不健康呢 它有一個規模訓練 但是你電競的活動 你會不會強健到你的體魄 你會不會令身體健康 慢著 因為體育項目的定義 已經是隨著時間去變化了 奧委會和阿韻 其實他們這麼權威的組織 他們已經承認了它一個體育項目 那有方同學 是不是有更權威的專家 可以去推翻什麼東西 但是 如果我們這條變態是講港府 那如果 但是港府其實就不應該插入我們的商業活動之間 慢著 但是其實有方同學說 不應該插入商業活動 其實不應該插入商業活動 那其實有方同學還有什麼發展方法可以給電競去發展 如果是這樣的話 電競科 電競不一定是要列入圍 那有方同學是不是覺得現在的創方 接著輪到反方公變 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變員 現在請你自由選 動作 兩方公變開始 你有兩分針的發現時間 準備好姓喜事與治癒 有方同學 那我想問 那運動和你們界定運動和不是運動的 這個定義在哪裡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運動 我們的照顧公平原則 既真性不確定是否公平原則 其實有方你跟他說 因为要符合身体健康才要纳入运动 是不是我方人不知? 我们没有觉到 其实我方没有说电竞是伤害健康的 今天有方同学冤枉我们 我们反对变体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因为电竞会损害身体 我方只是认为电竞本身 其实不像其他运动那么需要这么多锻炼 所以大家的身体健康是没有特别的利益的 这一点和其他运动根本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分别 而不是说电竞选害健康所以反对变体 我想问有方同学 你认为运动和电竞之间的分别是什么? 运动和电竞之间是没有分别 但是我们说过已经符合了一个运动的定义 所以... 我想问有方同学 你说你不是觉得它不同 我想反而问你 它有什么特征是相同的? 符合公平的原则,认为生性不可能性的分别 例如... 你是关于什么? 例如灵敏度反应力那些? 是 我想请问一下 盖棉胎也是一个需要灵敏度反应力的游戏 那我是否拿着一支牌子和大家说 我做出我们来玩盖棉胎 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原因? 但我和我盖棉胎根本就不需要一个专业的培训 但我们现在电竞是一个职业 电竞是一个职业 但我们现在说的是体育项目 那你认为一个职业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把它看成一个体育项目呢? 是一个体育项目 我方已经说过电竞是一个体育项目 我亦都说过原因 那不要紧 例如灵敏度你不承认了 那麻将你又认不认为一个活动呢? 麻将是一个活动 那麻将... 公面环节结束 现在隆到正方第一副面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祭司与示意 主持平副导致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关我出来 不看怎样才是对电竞发展最好 反而跟我们说 电竞根本无需在香港发展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就是他质疑电竞的定义 不过有方同学从主面到高面 都完全拿不出任何根据权威性的例子 跟我们证明到电竞不是一个体育项目 但我们相信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奥运会、亚运会 甚至乎中国内地、韩国、台湾等地 都已经是承认了电竞在体育上的一个地位 所以接下来有方同学一副 不要再自以为觉得他们两个不似 但又给不出任何权威性的认证 所以请有方同学接下来 不要再在电竞定义上糾纏 而再者有方同学担心 有方同学担心分博资源 有方同学很奇怪 觉得其他的运动项目已经发展很成熟 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再给 任何一个资源初步发展的产业 令到一班想成为电竞作为一个职业的选手 完全没有资源去发展 但其实这个是否真的合理呢 其实这只是有方同学对政府的资源分博 有些误解 其实政府的资源不会就着受助者的人数增加 而去改动 就像参考2012到2018年 运动员的人数上升了近一倍 但并没有像有方同学所说的分博资源 反而政府还投放60亿资源去发展基金 所以根本不像有方同学所说的资源是会被分博的 所以其实有方同学根本再举不出任何一些必然性的弊处 所以消除了有方同学的疑虑 我们不妨去看看 你进了体育项目之后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参考台湾、韩国等地是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 就像韩国那样 电竞年产业已经是高达258亿港币 成为三大经济支柱之一 而我方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大的经济效益 有方同学不看 都一一认为 为反而反都认为是要去取消呢 而作者其实这些收益是来自哪里呢 原来根据尼书统计 六成是来自品牌商的赞助和广告 而要支撑这些赞助和广告的收益 单靠可能只是一些创科的资源是不足的 我们必须有一些电竞选手 去吸引更多的关注度 去制造话题 去令到电竞赞助商能够见到电竞的潜力 从而去加大他的投资 所以人才培训从来都是不可文化缺的一部分 所以透过列入体育项目 才能够透过政府给出一些统一的排名 令到一些电竞选手能够参加国际赛事 会不会像现在这样 就算连参加亚洲室内运动会的权利都没有 因为没有一个很标准的排名 甚至乎政府可以透过提供一些保障 而退役成为教练一些行政课程 提供一些基本生活的需知 吸引一些外流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才回流 在香港 有方和我说 既然给不出必然性的笔拳 为什么要忽略它的经济效益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一到时有时间为发3分09秒 寶波是无相扣分 现在是返回第一副辩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事与事业 主席评判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不停说就是经济效益 如果不停用经济效益来说 但其实他有没有知道电竞生态很短暂呢 我今天玩CS GO 我下个星期就会玩这个不彩六号 怕这个游戏是会不停转变的 那你又如何确保是有稳定的收入呢 有方觉得电竞被料理运动项目是大势所需的 但这不是一面楼的 就好像东京奥委会 早前都明确将电竞排除在运动项目之外 而且将电竞项目排除在运动之外 只是当它一个竞技 并不是看法落后 而是将不同的运动加以分类 其实运动项目有很多共通点 而电竞项目就缺乏这个共通点 就是好像一般的运动项目 都主动锻炼核心肌群 核心肌群是位于人体 驱降中央负责保护脊椎 例如腹肌、背肌、大蚁蚁肌等等 不论很多身体接触的运动 例如拳击、足球 或者是以用工具的运动 例如网球、桌球 或者比较静态的运动 例如射肩 都需要透过锻炼核心肌群 令到运动员拥有肌肉的持久力 甚至是瞄准时刻的稳定性 透过锻炼核心肌群的过程 入面 运动员的体格也得以发展 但电竞工就是另一回事 他们的训练都集中于灵敏性 和智绪的演练 例如韩国的电竞文明 他们的训练是集中一面 他们每天都训练8个小时 而训练的内容都在操作上面 例如如何一秒内点中整个屏幕的任何五点 不过这些训练都只是令他们操作 原本和说属于更加灵敏 对核心肌群极少帮助 甚至是不好 我方已经不像坊间那样说 电竞会 选择眼睛 上落成瘾 手指和关节路线等 而是一般运动员都需要的锻炼 电竞根本就不需要 两者是有鲜明的差别 又怎样拉一起来说呢 我方不是说电竞不需要 但是它不是一种运动的 它是一个磁城一派的产业 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将一个项目移为运动 代付令市民更加健康 和充沛在运动上的 金钱和产典资源 既然电竞和其他运动是有 鲜明的差别 也是一个磁城一派的产业 它们根本就比起其他运动来说 是最不需要争夺政府的资源 那它为运动项目 是没有必要性的 因此电竞理应被推翻 谢谢 反方一部使用时间为2分32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但是刚刚反方一部在发言时 讲了外语 评判可自行决定 对该变缘扣1至5分不得 现在到正方二户的发言时间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事业自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一件事的定义 很多时候都会随着时间变化 只要电竞符合我方所说的原则 也都是奥卫会和亚卫会所说的原则 应该是一个项目 所以有方不要再在定义方面 和我方真论体育项目的问题 我方同学刚才说 电竞的产业其实很不稳定 就一触即逝 就很不稳定 业潮很快会突破 有方同学想问的就是 如果不稳定的话 又怎会由2003年发展到2018年 甚至2019年到现在都还在发展中呢 当年现在的电竞总会主席周启安先生 在2003年的时候 已经代表过香港 参加过Rainbow 6的比赛 甚至获得奖大区的冠军 那又何来业潮很短暂呢 如果真的这么短暂 那为何到现在2010年之后 LL的电竞比赛会那么盛行 是那么普及的呢 有方同学就很想问这件事 今天电竞是要纳定的项目 说的是要透过规模化这一样运动 令到大众对于电竞这一样运动 是有正确的认知 比较明白 原来电竞是和普通的运动一样 都是承载着一种体育精神 即是你输了 你都不会在场下私底下去报复 或者你会赶一些粗言位于去辱骂你的对手 同时电竞也是说有一些正规系统化的训练 所以我方就不明白 为什么有方一直要执着在电竞 不是体育项目的一个位置 今天我方同学 其实根本就是说我方就是看钱 其实今天港股为什么要发展呢 因为现在香港有一些公司 例如是主单电竞硬件的索泰公司 其实2016年它的品牌总收入 已经是28.4亿港元 那时候香港还未有创科的一亿元 是投入到这个产业里面 电竞以制造公司 在2016年的每月营业额 已经是每月20万元 但以上的收益都只是说 在未投放的创科之下 又是电竞产业中最前置的部分 而正正我们就是要将电竞 立入了一个头项目 才可以将电竞去污密化 就像有方文学所说 就令到大众是有更加低 更加多的认知 不像有方文学那样试一下 就是觉得电竞一定是不健康 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头项目 更加多有志成为电竞选手的人 投身这个电竞的行业 真正去完善电竞的产业链 令到香港能够享受电竞在其余的部分 例如是游戏、直播、赛事收益等等 的余下的收益 今天我们说要把电竞立入成为 一个体育项目 是因为我们要将电竞 让它变成一个和普通的体育项目 平起平才 一个并认证的体育项目 但其实有方文学所说的 一直都是有一个偏见 就是觉得原来不符合以前的定义 没有很大的肌肉训练度 就不叫做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原来现在一些电竞选手 其实他在训练他的电竞之余 其实他亦都需要身体上的训练 例如是跑步 这个全世界冠军刘慧健先生 他都说过他的战队里面 每天都要有半小时 被神跑 令到他们的心理质素 或者令到选手释放压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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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有过 主席朋友在座各位大家好 友方說奧運和亞運都有計劃 將電競加入體育項目 但他們加入為項目 不代表我們可以自動推出 他們就是運動 因為他們都可以 例如加入電競 可以吸引更多的觀眾 或者更多的商業廣告 這些商業化的原因 而將電競加入為比賽項目 友方同學今天根本就問不出 為什麼電競和運動 那麼大本質上的參與 都必須將它當成運動此其一 又方定一樣解釋不到的 就是港府這兩個字 在辯題入面的角色 如果我們只是討論電競 算不算是運動 辯題入面根本沒有需要 港府這個詞語 因為港府這個詞語 代表政府在入面 要有一個角色 例如如現在 對其他運動項目 分態之餘地推廣 以及資助運動員 分配場地等等 但在這些方面 又見到電競和其他行業的 根本分別就是商業競爭 其他運動在項目上 本身是不會有商業競爭的 尤其只是爭取外號者 用哪個牌子的跑鞋 以及其他的裝備 但電競就不同了 用哪個遊戲進行電競 用那款遊戲的哪個主機版本 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商業競爭 像賽車類的電競一樣 現在比較會拿來電競項目的 FORELOVA Project Car2 和GT Sport等等 而且還有其他遊戲是等著出的 政府用不用公帑去支援賽車類電競 支援當中哪個項目呢 如果大家都不支援的 那麼政府列電競做運動 意義何在呢 如果只是選擇當中一兩個遊戲 是否即是對其他廠商厚恥薄皮 如果支援的 是否每個電競比賽政府都支援呢 另一方面 電競業界的生態 都令政府的一切資料難以用得其所 因為電競遊戲不像其他運動項目 冰泵球和泰球 就算規則曾經改過 但是打法則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電競遊戲的更新和淘汰是可以很快 就以電競遊戲的射擊項目為例 活躍的遊戲比我剛才說的賽車類更多很多 當中有些遊戲 例如射擊類遊戲 絕對無力 全球攻勢 在2016年 還是世界最受歡迎的電競遊戲 一年後 它的受歡迎程度已經大幅下降 另一隻遊戲射擊類電競 Division同時興起 在這個情況下 政府應該把支援投放去支援哪一隻呢 但無論你怎樣用資源去做支援 都很難避免資源浪費 因為每個電競遊戲系統都不同 所以這個電競學目的技術 是很難用在另一個學目上面 所以政府把電競當運動去支援 其實是根本忽視了它和其他運動 其本質上和學業生態上的不同 因此便是理應被推翻 多謝 多謝 兩方經驗 所有時間為2分47秒 無過時無需求分 現狀進自由變露的環節 雙方各有三分鐘發現時間 但某方發現時間用不 每人會說服你一方四月時間 該方可自由拍出一位或多位便員發現 而每位便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現 如本環節結束時 在場人士發現有便員從未發現 該便員所屬一方將會被每位評判 扣除不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若無自由非路環節 現在開始 請正方拍出一位便員首先發言 既然有方跟我和我們說 電競的經濟轉變很快 但其實我們看到 日本的電競收益其實是每年升15% 有方來這樣解釋 你說電競的收益很多 但你電競項目的種類繁多 你這麼多項目 你只支援一某一個項目 那你那個項目 在幾年之後 它的耳潮減退 那你的收益便沒有用了 按照你這樣 耳潮減退 是否代表現在我們連遊戲都不要玩 因為那個收益很短暫 其實耳潮減退不代表不能玩遊戲 會有方同學 那即是有方同學覺得這個電競產業是能夠持續發展的 可以玩不代表可以持續發展的 有方同學 就好像我們遊戲周期那樣 可能今年是很熱門的 上去日本朋友 但可能一兩年之後新遊戲出了 他又馬上消失了 那這樣 又會不會把政府的資源浪費了呢 有方同學 我們政府的資源不是在個別遊戲身上 是投放在人才 投放在一些電競選手身上 不是在個別的遊戲當中 那如果你所謂的遊戲 那已經不再熱門了 那連電競比賽都沒有了 那到時你所謂的賠優的人才 那還有什麼用呢 會不會有浪費資源呢 有方同學 其實未至少有個網友 你知不知道 其實星海爭霸這遊戲已經有很多年前 但其實到現在 星海爭霸都仍然是一些電影比賽呢 可不可以說有哪些比賽 有方同學 可能其實韓國到現在 都有一些星海爭霸 其實英雄原本 都是一種很久之前的遊戲 其實好像已經是2011年的事 那現在到了2011 還有這麼多人玩呢 多人玩不代表海潮帆子 有方同學 那多人玩 他現在都是舉辦一些世界級賽事 他每年都有 有方同學有清不清楚這個遊戲呢 還有多人玩多 將他們的運動有什麼關係 有方同學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潛力 所以政府就是要透過列入體育項目 來增大這筆資源 令到這筆資源可以真正去發展 其實我們現在不是說不支援電競 而是我們不需要把它列入為運動項目 而去支援他們 有方同學都承認要支援電競 不過他只是擔心 這個列入體育項目是沒有必要 但我們看到透過體育項目 政府可以給它一個統一的認證 令到一些人可以參加國際盛事 你覺得這是什麼好處 還有我想說的是 其實這個電影鋪的所謂 其實都是商業競爭 政府根本就不應該在隔離 你們兩個在商業競爭裡面 有方同學擔心商業競爭 但我們看到其實政府 現在也有投放了很多資源 在不同的商業競爭 你不覺得這些都不需要有 但裂它為體育項目 是代表了其實政府要投放 一些資源去參加比賽 即是我們可能需要 買軟件、運用主機系統 這些東西 是否等同於政府介入了商業競爭 有方同學覺得 弄一些項目是不值得的話 但剛才有方同學說 承認要給投放資源 那有方同學是盲盾 投放資源並不代表 我們一定要把它裂為體育項目的支援 現竟是可以自成一族的 是完全沒有需要被政府 裂為這個體育項目的 你想想 就算是女子彭球隊 她直接入過世界 不如拿過獎 但她們沒有 她們不得政府的支援 其實是很少的 甚至跟足球隊共用同一個場地 來想想 你在打了彭球的時候 突然有個球飛過來 你害怕嗎 有方同學 既然說到電競是自成一族的時候 是否連創科技都不應該把握下去呢 其實我想跟有方同學說 你知道兵運的球是什麼 它都是一個體育項目 但政府沒有罵它為體育項目 但它都可以繼續發展下去 那為什麼電競不可以不讓政府 納入體育項目裡面呢 有方同學覺得自成一角 現在是登記 其實現在正在做 但是現在給出的現況是什麼 香港的選手 甚至乎連參加亞洲室內運動會的團體都沒有 因為現在沒有得到一個政府的統一認證 那有方同學覺得 這個是否對電競發展最好呢 認證不代表你要列入體育項目的 你列入體育項目 剛剛我問你們對方的主辯 你們主辯說麻雀也是一種運動 那我想問麻雀館是不是有在車場 那如果不列入體育項目 又如何給專業認證 有方同學 那不一定要列入體育項目的有方同學 可以自成一族 但我們今天就是看到要立入體育項目 才會有專業認證 同時可以令大眾對於電影的認知 重新使得有一個重新的正面的認知 有方同學你見到什麼東西要立入體育項目的有方同學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自己是很矛盾的 你自己又說不應該撥資源下去 我們創科或者一些前置的裝備 但又說不要立體育項目的 說我難聽一句 打擊不出色都是廢青 但現在我們看到香港有的就是優質人財 優質人財每個月只有8000元的薪金 但如果政府終於給他們多一點錢 而他們有頹廢的心態怎麼辦 你怎樣可以保證他們全部人 在拿了這份糧資後更加積極下去 我剛才就說 其實有一個很大眾的誤解 他就有一個誤解 就是打擊要多於廢青 但其實我們看到 香港是一個首面的亞運電競金牌得主 勞子健 他其實是不是多於廢青 如果這樣說 他有為香港帶來一個榮譽 說我難聽那個 如果李衛斯沒有拿過金牌 一個人不停踩單車的人 你又覺得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真的所有體育都說是廢青 如果是這樣說 專注一件事就是廢青 為什麼這個項目金牌 考慮已經用盡所有時間 現在請正方排出位 代表用盡餘下的28秒 回應最後的問題 他覺得電影項目會造成負面影響 但如果按照有關同學的邏輯 列入了體育項目之後 必然會帶來這些影響 所以我們是不是 任何體育項目都不應該發指 甚至辯論也不用 因為我們會花很多時間 變量多中會沉迷 所以我們就不發展 其實有可能說不出當中 其實有什麼問題 其實列入體育項目和沉迷 根本兩個沒有必然的關係 在上面 只是因為有一部分 謝謝 發言時間以後不自由 結論環節結束 而正方剛剛在發言的時間 使用了個月% 請評判是 就該變元扣長一致 分不得 現在在雙方頁面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現在開始 是 你喜歡這句話 有些事情 交件 有些事情 要不是 有些事情 要是 你但你要是 會 變成 準備時間結束 先由反方結結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小箱 計時如示意 正如人和豬一樣有貫以後備有內臟 兩者不相同過 如果以將一項活動的運動帶有促師 不倒市民透過做更多運動更加健康 平常為政府的角色 去當他們造成跑步、游泳同樣活動 推放不成是否適合呢? 主席評判大致我再一個大家好 其實我方今日兵不是反對電競 或者是香港是自由社會 大家怎樣運用自己的時間 從事甚麼活動 真是大家自由 而且電競已經是一個發展順序產業 和很多比賽以後大量的觀眾 再加上產品銷售 電競選手投入直到主要廣告和收益 部分電競選手已經由比賽收入 而對觀眾也已經透過任何人在電競比賽 和他們透過電視 他們在運動比賽中就毫無分別 但就算是這樣的 也不留意將合理理由和廣東 人一項活動是否廣東 並不在於他本來的產業多麼膳大 也不在於比賽的時候 你透過多少人看 也是好過一件事 你下街跑步 不會有直播 不會有幾萬人看著你 但他的確在鍛鍊你的體力 令你可以對抗這個不健康 生活節奏和雜貓的城市 這些才是運動 總而言之 已經是一項日程頭聚焦的競技活動 而不是運動 我們從來不是說政府不需要支援電競 只不過香港政府的角色 根本就不應該都需要透過 將電競自由為運動來支援 如果只是為了在香港搞更多的電競活動 香港有城市基金和房資源的話 兩張世界上所有的電競比賽都安排在香港進行 你要支援的電競選手 就好像香港最頂尖的劉瑞健 早就已經賺了百萬 旁邊的產業根本就已經接觸到電競選手 其要求都不會變 就算出技、投技、審技一樣 但是電競就跟不同的遊戲做平台 要求的技術、規則就完全不同 而且這個項目本身已經在不同遊戲廠商 遊戲主義生產商的商業競爭裏面 只不過政府說要搞難求活動 就可以聯絡香港難求總會 不會有人質疑你用公廠的特工不公平 因為香港難種本身已經在亞洲能力的成員 是官方機構 但是由於電競在商業競爭裏面 根本就沒有這些官方機構 政府已經將其列人民運動項目 無論你將資源怎麼投放 照多鐘有遊戲產業的廠商 又是主義生產商得益 你就是在用政府資源利益 去輸送給雙元機構 那又是否政府真的應該做的事呢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不同的運動項目 是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援 香港女子彈球隊上年就打入了世界盃 而且在比賽裏面 古巴和荷蘭 不過全香港只有一個無資格的排球場 其實她的同事還是一個足球場 而不是只用來做坦球訓練 更好笑的是 我們今天討論 要政府將FIVA這個足球現境項目 視為運動 但是香港足球自從失業了精英或人資格之後 政府長期落後 真正的足球我們不支援 但就討論說要支援電源足球 而在世界車談活躍的香港坐車手 歐盈約希 正常批評政府不將坐車視為運動 毫不配套 連小型坐車場也沒有一個 如果不是因為她在加拿大再回流香港 成功 根本不可能 我們不將坐車視為運動 但今天我們要將坐車便經視為運動 這幾分鐘的發言善癮準備好 請再計算完事宜 請再計算完事宜 請再計算一下 請在數據 請再計算完事宜 請再計算一下 小色存檢測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有方同學都是顧慮的地方有兩個 一個是定義上的問題 我方一句異褲解釋後,有方同學在好場 已經是沒有辦法去認證這一點 第二點,有方同學憂慮的地方就是 這些電競做的肌肉訓練不足其他運動多 有方同學又說,阿運承認了他們運動的項目 但不代表有方同學都承認他們 那我就想問,有方同學為什麼憑著自己主觀的判斷 就可以比奧運、阿運這麼多權位專家的情況更加正確呢? 並且第二點,有方同學說到政府的角色不應該干預私人的商業發展 但是我方今天看到,社會上有很多人都認為電競是應該要發展 就以之前做過的民調顯示 有七成的受訪者都認同香港是應該繼續去發展電競 這樣我方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政府在這麼多人有需求的情況之下都不應該投入資源 並且我方今天是看到電競是一個龐大的潛力去發展的 我們不如來看看電競有什麼好處 電競的經濟效益就以中國大陸為例 在2017年就靠著電競這個行業賺出了三百多億人民幣 而多了近六成就是來自於直播和賽事的廣告收益 我想問有方同學,這些這麼龐大的經濟收益 是否因為電競有方同學說的不符合體育的定義 就要放棄這麼龐大的經濟收益 並且這些選手很渴望獲得一個專業的認證 為什麼有方同學又不肯給一個機會 這些想發展電競的選手 並且他們已經知道發展電競要付出的成本的時候 為什麼有方同學就要因為自己主觀的判斷 就不給他們一條更大的出路呢 也不給香港在傳統的四大產業之外 一條全新的出路呢 有方同學就說到棍球這些運動 政府都沒有把它列為體育項目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這些時候 都是需要很多的資源去發展的 劉偉健先生是一個曾經的電競冠軍 他都說過香港的私人市場的資源 是不足以去持續發展電競的時候 為什麼政府不應該要投放多些資源下去 令到電競行業發展得更加好呢 我方今天就問過有方同學 不以體育的方式去發展電競的時候 可以以什麼方式去發展 有方同學沒有回答過這一點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 電競是一種的職業 是一種的運動 更加是一班香港年輕人的夢想 所以當它有這麼多好處 並且沒有一個很凌駕性的壞處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給一些機會 這些年輕人 讓他們嘗試 也都令香港有多一個機會呢 多謝各位 正方結辯 所學時間是3分26秒 補國時務 所以求分 比賽的一段落 大家請留在於底下 好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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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